當然可以再藉由Excel 所以已經輸出成CSV 或者是說你可以再把它存成Excel 那就可以統計一下 那根據這個機率來看的話 出現號碼機率最高的 這邊有一個表 你們可以大概參考一下 不過這個僅供參考 前期明明就8號、41號、31號、36號等等 這邊有一個列表 當然你也可以按照其他的條件 也可以再去做拆選 我想這也是一個練習 那至於說大樂透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可以練習 我是發現這個網站 其實還蠻多東西的 樂透雲 它除了大樂透資料之外 其實還有威力彩 還有什麼呢 金彩539、六合彩 一堆彩的 好像還有國外的 像美國的、歐洲的、澳洲、馬來西亞都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練習的話 其實網站還蠻適合來練習的 原理原則都差不多 基本上的話 它就是用GAT後面 再傳遞參數 然後大概知道一下 之後當然也會遇到那種 就是用POSE 上面如果沒有看到參數 所以如果以這一題來 假設它寫成POSE的話 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也就是不能寫個回圈 去跳動 那怎麼辦 那這可能要用別的方法 這個我想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找找看相關的案例 好 那再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請各位再看一下 0605的下方 0605下面這邊有個 Yahoo!股市的部分 那假設說 我要抓的是Yahoo!股市 Yahoo!股市 其實它最早之前的網頁 也是用Table 可是後來 它為了不讓人家抓 所以它改了 改什麼 改UL 加上LI 那怎麼知道UL或LI 其實我跟各位講過 有幾個方法 比較快 就是說你第一個 先連到Yahoo!股市 第二個的話 假設你找不到 到底應該抓哪些地方 像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會先去抓到 比如說整塊好了 按右鍵檢查一下 然後把最上面這個整個區塊 當它已經顯示 全部選取的狀態下 那我把這個 比如說這個DIV 按右鍵 然後再把它Copy Copy這邊會顯示 一個Copy Element 這個Element 指的就是裡面的 相關重要元素 包含裡面的DIV標籤 跟它的CSS 那我就把它Copy之後 再貼到Online 那個HTML的Online 然後並且把它做一個Clean 那Clean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一些不需要的那一些 比如說樣式 class 那些都不見 那留下來的 我就知道 原來在這邊就找到了 我要的資料從這邊開始 台尼 代號在這裡 它的一些相關資料 那你會發現 在DIV的下方 會有一個叫UL 其實基本上 我就找這UL OK 然後底下就LI 那其實 UL跟LI什麼關係 其實就有點像 如果你們學過網頁編輯的話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 Wall裡面那個什麼 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的外面就UL 然後呢 每一個項目就是LI OK 所以其實 如果用那個table 那個表格的觀念來看 UL有點像table LI有點像是TR 所以它裡面資料 它裡面沒有TD 所以它基本上 裡面又放什麼 放DIV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只要按照這個觀念 慢慢就可以縮小範圍 慢慢再去看 所以第一個 我就可以抓到什麼 比如說我就從台尼這裡按右鍵 檢查 台尼這裡 然後你往上抓 你會發現 它的資料放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是會有一個什麼 UL 它的class名稱就是這個 所以第一步我可以怎麼做呢 先把這個UL 名稱叫class的東西 全部抓回來 當然如果你要驗證 它是有幾個的話 一樣 Ctrl-C 在class上點點一下 Ctrl-C C Ctrl-F 然後你會發現 它告訴你說兩個match 我看一下 第一個match 第一個 第二個在哪裡 第二個在下面 可是這個區塊好像怪怪的 它這邊沒有顯示 所以理論上 它的位置一定在第一個 所以如果第一個的話 我剛剛講過 如果是第一個的話 你用Find 或FindO 都可以 如果Find 假設第一個 意思也是一樣 它就是先抓第一個就對了 那如果FindO的話 變成你要 就是中瓜50 OK 那裡面就是用什麼LI LI它的class在這裡 那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class一樣 Ctrl-C Ctrl-F 找一下看看 這邊到底有幾個 這個東西 總共11個 所以可想而知 剛好這邊的股票名稱也是11個 所以 2 4 6 8個 底下是不是還有 所以 是不是會抓到 多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 也是一樣 尋找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再來 第九呢 第九跑到這邊來 所以理論上 假如說你不想要抓到多餘的LI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只要找到 就是它要的數量就可以了 2 4 6 8 也就是如果編號到7就可以了 那底下就不要抓了 OK 所以可以從這樣的去判斷 那 一樣的方法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說 UL加LI 然後它有class 那LI的話到第七個就OK了 接下來的話呢 那我就把它裡面所有的資料 所以所有的資料的話你再展開 那你會發現它是放在哪裡 它是放在DIV裡面 所以資料裡面 DIV裡面又有class 再去把class抓出來 所以 UL LI DIV 一層一層的抽字波解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程式的話 一樣 我把它放在 0605裡面 這邊有示意圖 基本上就是 剛剛講的 這個 UL 有沒有 然後呢 LI 再來的話就是 DIV裡面 它的那個 這個類別 OK 然後分析完之後呢 接下來 可以把這些呢 把它撰寫 所以我就把 剛剛所講的 這相關的 這個類別 這個類別啦 標籤 分別先抓什麼 UL 這個類別名稱 把它放大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LI 把它這個名稱 OK 那總共的話呢 當然有 幾個項目 我們可以用forI 不過我這邊是寫成全部 然後呢 因為我抓的時候 沒有抓上面的那個 名稱 就是欄文名稱 所以欄文名稱 可以從網頁直接貼過來 然後就分別把 要抓的資料 分別抓出來之後 把它執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得到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顯示出來 類似像這樣子 當然呢 你可以抓一個水泥個 因為我這邊是用水泥個 如果你要抓其他的話 一樣的方法 就是你把那個規則做出來 然後逐一逐一的就可以把 所有的這個 類別的股市資料呢 就可以全部抓回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稍微 看一下那個 0605裡面 我這邊有連結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OK OK